来跟进德国慕尼黑枪击案进展 德国警方表示 打死九人的18岁枪手 对大规模枪击着迷 但是他和极端组织IS没有关联 在这起案件中 少年枪手展开袭击之后吞枪自杀 警方之后在他的房间 找到了与大规模枪击有关的书面材料 没有发现任何枪手与IS关联的证据 西方推断枪手可能是挪威大屠杀凶手 布雷维克的崇拜者 欧陆组合警方强调 慕尼黑依旧是安全的 干战的枪手具有德国和伊朗双国籍 除了拥有一把自动手枪 他的背包还藏有300颗子弹 警方还在调查枪手如何取得武器